据曼国邮报报道 越南政府相关部门22号公布 越南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6% 创近十年新低 越南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率为5.4% 低于政府设定的5.5%的目标 越南投资规划部部长裴光荣表示 希望通过降低利率来帮助政府稳定宏观经济